憑自我硬汗子 拼出一生痴 流汗血 盡赤心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永讯》 我们收到很多投诉显示 散户在过往几十年里面 在投资市场都有失利的情况出现 没错 佳因每个散户里面都有个财 而这个财往往都会叫我们做一些不适合的投资决定 而且犯人犯案的手法陈出不共 以下有五个案例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世界就是你的 那倒是 先喝茶 又喝茶 在刚才的案例当中 财人不断强调在哪里跌下就要在哪里起身 但有没有想过资产的价格可以永远向下 变成难指一张呢 那你的身家也变成废纸 没错 那家庭观众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第一就是要时刻景性 第二就是要看回行业和资产的竞争力 例如未来的必需性和产品的可重复性 例如之前我们堪称古王的 司捷、Nortel或者Samsung 也是为人尊尊有味的 那结果又怎样呢 由于它的产品可复制性是非常低 它的产品每一季甚至每一个周期都要重新改革 所以基本上它的竞争力是比较低的 所以留意买资产上面 一定要时刻警醒 看着周期报表一有不对路就要走刑 就是了 哇 你搞什么今天笑骑骑的样子呢 没有 刚刚买了腾讯 打算长渣的了 今次是永远细想长流买它 今天现在买下去就赚5毛钱了 哇 你不要啊 你赚一点你马上放了它 对啦 应该周一开始的时候 倒下来你渣都没有啊 对啊 那就是脚下沽了它 快点沽了 不要等了 先喝茶 那这个案例显示 刹刑强调的方向就是 长渣变短炒 短炒变长渣的 那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就是 由于如果你买腾讯为例 一间公司的增长是持续性非常强的时候 但是因为你纯粹看价格去显示 心中的贪念作祟的时候 100元买入 去到180元也是沽出的了 那试问一下 一只股票100元去到500元的时候 你又怎样能够捉到所有的升幅呢 另外的情况 一只小价股明明打算短炒 三两天就走人了 但是结果呢 这只股票变了下跌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 咦 其实呢 我的命都挺长 都可以和它等久一点的 就短炒变长渣了 结果渣都没有了 那么家庭观众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第一就是时刻警醒了 第二就是分出你买的资产 行业的竞争力和股票竞争力 有没有够强大呢 如果有呢 就可以考虑去长线的了 那么短线的机会就可能低一点 如果没有以上条件 可能就没有长线 唯有买它一定是短炒的了 那么记住要设置止损了 哇 这次做什么呢 当然啦 我得着着买 那你买哪只股票呢 这是几十元一股的回控 这是几元一股建行 买哪只好呢 当然是几十元一股的回控 你想想几十元一股 代表市籍又大一点 股籍又英俊一点 又安全一点 Reception姐姐又美女一点 主籍又英俊一点 是不是 那倒是呀 真的呀 开市立刻买回容 不买特影识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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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又喝茶呢 是不是很喜欢喝茶呢 在这个例子显示 刹人强调就是 价格就是等于价值 那么很多例子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误会 包括每手的股数大一点 其实我们认为价值会好一点 又或者我们看到了 价格跌得急一点 就心目中以为便宜一点 例如在科网股的时候 电讯营科 亦都是成为一时佳话 价格升到猪头的时候 大家成为追捧 盈利也未必追回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结果价格从一百元跌到五十元的时候 由于价格跌了一半 一众的散户认为非常便宜 谁知五十元冲进去 就只剩几元而已 那家庭观众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第一 就是时刻警醒 第二 一定要分出先后 第一 一定要首先要看公司本身的价值 竞争力有没有增长 如果增长的公司 今天几贵的股值 都有机会回来 如果没有增长的公司 由于价格跌得多厉害 亦可能更高估 第二 才利用图表分析和价格 做出入市的时机 哇 吓了什么 这次好像很棒 对啊 不知道买买好呢 新闻突然说 啤梨汽车主席去了美国 见到特朗普 喂 当然买了 你想想 连新闻都这么说 没有死错人 两个鬼鬼祟祟 我觉得 当然是有点警棍 新闻现在都这么说 待会他们两个谈好 整个美国都是啤梨 到时不行 到时你买了 你迟了 现在快点买了 哇 你说得很适合 立刻开始冲 喂 再喝茶 喂 喝茶 喝水 在这个案内显示 所以刹人强调就是所有的新闻都可以用来做分析 但是大家留意 新闻和投资分析 可以是两回事 那家庭观众又如何面对问题呢 首先就是要对刹人时刻警醒 第二就是要分出新闻和基本面有没有关联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新闻一旦影响基本面 比如公司的价值 或者国家经济面的时候 其实你的投资的价值可能被影响被扭曲 但反而如果没有影响的话 其实反而只是心理作税 令到价格无缘无故下跌 反而是入市时机来的 那么影响基本面的消息我们怎么处理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市场的价格消化了这个消息 没有 如果已经消化了的话 有机会就是豪消息出进 或者是坏消息出进 有机会就会摸顶 或者最低的时候沽出资产的了 我们散户经常中招就是这几样东西 例如2012年的时候 其实冠冻一时的美银大手沽出建行的股份的时候 其实建行的价格已经去到4元的情况 大家看到了 这个新闻其实绝对不会影响建行本身的基本分析 但是市场的心理作税令到价格跌到4元 结果 在4元的时候我本人就大手买入 今天已经是8-9元了 你这次搞什么 没有啊 刚刚新闻说收市 全线内人股都下跌了 明天是否要沽了呢 内人股呢 谁知道内人股就只走完股票了 你想想 内人股跌 就是恒指跌 恒指跌 就是美国又跌 美国又跌的话 全世界都下跌了 你现在不沽 你待会全世界下跌的时候 你渣就快点沽了 说得似层层 好 喝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不是喝茶吗 喝茶吗 喝茶吗 不喝茶 在这个个案显示 刹人非常强调 微观就等于宏观 可能你也听过了 咦 今天内人股跌到这样 世界大件事了 又或者 今天内人股跌到这样 咦 是不是主值减持呢 其实很多的新闻 也都沉出不穷 其实最后 可能什么都不关事 有没有考虑过 某只股票下跌 或者整个行业下跌 其实是因为市下跌呢 有没有想过 市下跌 原因和结果 哪个是先 哪个是后呢 因为大部分情况 都是环球投资情绪转差 令到各个指数都下跌 那里面的股票 自不如都下跌 但是未必代表 每间公司的主席 亦都在坐牢 或者某间公司发刑警 未必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 微观和宏观 是两回事 那家庭观众 又如何面对这些财人呢 首先就是时刻警醒 第二 要制定程序表 每一天去检查自己策略的时候 一定要看回环球大事件 首先 早上看回隔晚 美国市场出现什么消息 资金流 譬如美金、日圆 和十年期债券 有没有移动呢 然后再平衡 究竟行指下跌和上升 关不关这些资料事 所以如果关的时候 其实是宏观消息 如果不关 就是个别香港的消息 然后才刷入行业和股票 如果期后又证明不关行市次 只不过某间公司 个别股价下跌 就可能才断定是微观的市 可能是主席的问题 或者公司本身的问题 如果路人途经 学会的课室和Reception交界 目睹案发经过的话 请联络东九龙投资科 第一小队 第二关节 第三成员 师傅 去报名这个试堂和分享会 还有去到我要做富翁的YouTube Channel 去订阅 Facebook Page 给个Like 还有下载我要做富翁的App 那么今天练顺的时间差不多了 投资不是大的专利 下次见 拜拜 唉不用怕 熟话 古语有云 熟话 又古语有云 应该是买建行 还是选买工 但到我问题 工行 唉来来来 到我问题 要不就选 几十元一股的回控 啊 看着 好像有个电影poster 就是这样